《玩具TV》第33季第二集 希望仍未到尾 现在要介绍的就是刚刚完的《怪兽8号》 其中一个相当受欢迎 不过不是最受欢迎的角色 阿伯 明娜 为什么无事啦啦会弄一只阿伯呢 香港才能买多少钱 这些一出应该是4个左右 不知有没有留意 我买的原因其实我很少玩它的模型 不过 我特别喜欢铝鱼 我是为了它 哇 挺帅的 为了它之余 重点 它一出在日本8000多日元 马上就落到5000多日元 你是不是第一日看到这个价格 其中在广岛的玩具店 看见阿伯 然后看上去8000多日元 五千多日元 只剩下两盒 我马上就拿走 然后到大阪全部都是8000多日元 没有特价格 有师兄说三七九 三七九 即我二百多元是无敌 我是贪便宜的 我认我今次是贪便宜的 阿伯 给大家什么呢 大家看完 有没有人有追到怪兽8号 其实我 动画版我看了几集 但接着我便知道它会有东西 我不知道我没有记错 但在网上看到资料会有粤语配音 我便想着等一等 等我和老婆 跟女行回来看粤语配音版 因为我自己在家 不介意看粤语配音版 也挺喜欢的 其实我都不介意看粤语配音版 我等不到 因为这套东西 在第一季来说 是不错的 因为我看了漫画 看完了吗 没有 但也看了一部份 所以可以等下 OK 非常好 不需要特别 大介绍 因为始终Mina 相对受欢迎 某程度上也算 我叫做女主角 给大家什么呢 女神 男主角的青梅竹马 可以叫做 即已经39多岁 但她的设定 我认为男主角 也算是30多岁 虽然她是32岁 32岁 女主角应该跟她是同年之旅 起码我当你小两年好吗 30岁 在事业上 家庭上 或者在人生目标上 那一刻 如果很久没见 你会见她 会不会有一种暗言 是 有一种 距离感 有点感慨 一定会有的 这些经验 我觉得这个故事 拐十八号设定 是很重我们的中老 因为这个起步点 是有共鸣的 你有哪一套动画 还会找30岁以上的男人做主角 極少 真是極少 转了一个圈 麻烦了阿迪 将它挺回胸膛 见到阿伯的造型 其实就完全不需要担心 不过 QC就真的一般 竟然 干什么 没有发尾的水口 胶水漬 因为本身你见到它的马尾 它是分了两件件前后组合 在这里我见到一些 类似水口和胶水漬 也有足够 另外你会见到 因为始终 叫成品玩具 成品玩具 其实都是模型 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水口 是需要再 再进行二次切割 和补灰色 还好 身体也 安全 没什么异样 整件 造型来说 它真的可以 抓到 Mina的感觉 其实这个面相相比动画 实行吗 合格 我不敢说它 很像 因为我印象中 SHF 处理面相 无论真人和动漫画 都好 硬是它给不到 哇 那种感觉 这个好些 还是负利年好些 同级 我觉得差不多 两个都似 八成 而且不够尽 例如肥连 肥连 他那几个面相 可能 都 不会感觉到 它很稳固 catch到肥伦的感觉 是 负利年 相对反而好些 因为他没有什么表情 所以他出发一个没有什么表情的表情 就 catch up 有师兄说 孟坡也高30 孟坡不算近年作品 重点是 孟坡你不知道他多少 应该 都算他30 银碰 什么都好 可能不止30 40也不出奇 你始终是那时候打仗的 看回其他的 头雕和面相 有师兄说 澳门超贵 澳门起码都四个 四个多 另外两个 Minnah的面相 一个是 灯行 一个是微笑 稍后 放上去 砌好 给大家看 面相 是一个 傲嬌系 所以样子是比较恶的 当然 大家没有走场 这也是 怪兽8号的造型 并不是ghost in the shell 当然 大家有买到怪兽8号的话 这次也会给你一个 斜啤面相 我想他每一盒都会 跟怪兽8号的面相 这个做法是聪明的 应该是这样玩的 没错 重点 这枝炮很吸引 说这么多做什么 我买了 真是为了他 而且我团布养地 我都 潜了一盒 这个 怪兽8号的 黄色的武器 盒弹 成功地抽到 四肢弓的那把斧头 我一下就 可以 收档了 挺好 好 先移动 阿白 有师兄说 希望SHF 快点出阿宝 阿宝 来阿宝 高达 暂时是暂时是没有 暂时是在搜寻 由搜寻开始打气 但我想他这样走下去 他应该也会走去 高达的U.C 说回阿白 你见到其实他不可以向上摇 为什么 你会见到 法尾已经顶住了他的颈 所以 是尽的 法尾 真是法尾 不过 向前就没问题 可以看着自己的胸部 当然 他的马尾是可动 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 这个肩膀位 其实里面有一条软胶带 不是用波组织 所以大家玩的时候 不要用这里来借力 脱断了 你可以买个借 可动是非常之不错的 其实大家 揭开了之后 大致上都知道 本身 他肩的造型 有个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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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着一个 直轴 令到他可以 向上 举手之余 因为本身的肩甲是软胶 加上一条带 所以 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障碍 而他也不介意在造型方面 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 并且软切 手肘正常蝴蝶关节 所以变成可以对折 上半身 特别是手臂的可动性 非常之不错 可能性比我想象更低 没错 刚刚我想说 就是向前屈曲的时候 其实他只可以 靠肩膀的关节来移动 而上空 向前其实是基本上 没什么好移动 阿伯已经不是大波 但都是顶着 我想他很想 高度还原他的身影 即是那种比较 瘦得来 有点直的 以前做形象 为了增加可动性 胸和腰身的肚 是会有明显一大一势的感觉 很大胸右腰 但他想还原他那种 略为真实向的身材 即是直线条 可以保得着线条 输了在可动性方面 100分 基本上 Walker已经将整件事都说完了 你会见到 胸口 或者胸甲位 和腰 其实他没有预留到什么特别的空间 亦都因为这样的关系 连左右也不是动得很厉害 其实你一次个叭 根本分别也不是很大 不过 向后 他就可以提供到 适量的 按照关节度 以可动模式来说 其实是可以的 只不过是一个 没有装甲 没有什么 衣服服式的 阻碍可动性的模式来说 以为他会动得比较顺畅 谁不知 有限 腰来说也是 因为本身腰和腰的关节预留的空间很少 所以左右的关节活动 也不算大幅度 不过 窗袋反而就有一个波珠 但是窗就拿不到出来 是呀 装饰的 旁边的 我叫 蛋杂或者袋 都是可动的 变了你动脚 反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当了我当你是机械人 就变了是 外甲 我发觉观众也有很多是粉丝 有很多 留言 当然要看出剧的人才知道 例如说他在剧里面也没有什么action 没有什么post post 是握着炮 已经很魄力 当然膝头膏 这些脚腕 那些关节 都耳熟能长 上面的外甲 护脚甲 都是一个直軸 波珠 令到他有一定的可动性 亦都不会妨碍到 鞋头的活动 鞋头亦都有独立关节 下肢 下肢的关节可动 比腰优秀 简单来说 头 不可以向上 腰 不可以向前屈 手 和脚的可动性 合格有余 这就是我的评价 好 可否握六炮 第一时间 因为其实都要埋齋 我们这些 没有开过这些路路 我试一试 它是用什么手 应该都是 就这样 琴拿手 还要戴上头盔 是啊 不是怎么威力 没眼罩 对 10只 还要买 这是很旧的 暴露年龄系历 没什么要补充 基本上把这些姿势 两个几岁 我绝对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QC多差 我绝对接受 这些角色 遥不可及的 冰冷 女神级的 童年的遗憾 这些动画里的角色是很讨好的 不是那些 一走万里错 很喜欢的男主角 跟着是卡头 其实在动画里 我觉得已经是多了一点 在漫画里 他更加 表达到 表达到的 其实我 看不起 少少 比较重手 在动画里 我感觉不到这种感觉 是的 动画里 你觉得他已经是对男主角有好感 是的 在漫画里我觉得距离感 再多一点 即是含蓄一点 可能是如何慢慢 慢慢的 有耐性的 不会被老虎咬 动画是怕你不看 动画不贵 所以第一集已经给你 点甜头 稍后见